自从李肖鹏接受了门以来,一直倡打团队足球和球队体系的稳定性。 所以说,本场比赛,李肖鹏也会沿用之前联赛采用的4231的阵容。 可以说在要购赛场派出的4231,将会是中差版4231的升级版。 因为在要购联赛中球队不受阴暗发明的限制,李肖鹏可以将自己手下最强的11人派出首发。 而目前根据球队抵达韩国后的首次训练对战来看,李肖鹏会对两个位置进行调整。 这两个位置,一个是贺弯位置,一个是左边前位的位置。 在李盟中抄手效忠,将21小战队流移,首发出任左边前位,张词首发出任前位。 但是能够看出这两人虽然平均实质,但是效果并不好。 通过上,下半场李肖鹏一系列的会员也能否看出,他是在逐渐未让购的4231座魔盒和事物。 当刘君帅替补补出场后,贝兰鱼的作用得到了重大的发挥。 所以本场比赛,刘君帅又因此获得一个首发机会。 他将于贝兰鱼搭档双后了。 贝兰鱼前提负责组织形前标,精进到和吴欣寒分局两立。 单箭头配蓝,柳鲼的后长线比较稳定不会进行任何调整。 尤其是刘兰和王瞳,两个边后面速度挺快能够及时地插上助攻回藏速度也不够快。 但鲼和吉尔的中立组合非常稳定。 组合来看这套阵容,贝兰是一套非常有威胁的阵容组合,尤其是刘君帅的出场后解放贝兰鱼。 贝兰鱼也会更多的前叉,并出现在禁区中进行强点。 这也会进一步拖晓我们的高空温势。 至于技能平均升高,只有180的后防线来说,贝兰是前所未有的挑战。 李修鹏今天啥也没练,就练传中球和并练球。 目的明确,期待朝备凯旋。